举起手打声招呼 再慢慢走进健身房 看似很正常 不过这时间和人都有问题 11点半在健身房运动 2点回公司睡觉 被踢爆的薪水小偷 是负责台铁花莲机屋段的公务员 平时负责劳工安全兼设备管理业务 被同事指控很多状况他不懂 单也不好好上 最扯的不止遮装 休假不回家反倒是 同事敢怒不敢言 忍他已经很久了 上半时间开小差去健身房 应该请试驾 不然算矿植 其他问题可大了 伪盗文书没有加班 你写加班 没有加班报加班 大的话叫做利用事物上 那也没有怎么抓取财务的问题 突发中心花莲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不吝点赞订阅 不吝点赞订阅